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后一张图 我们来教 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我们把各年间的变化 透过行为模式来去动态呈现 来 加 好来麻烦请做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这边比较可惜的是 他就只有 他就只有 好 我们来去画 各行政区 与全国 之间的关系 好 首先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 所以我们的这个比较是用六个业务行政区来做比较 好 所以我们先画这个动态散步图 第一 第一 这个行为模式 动态散步图 散步图 散步图他要两个数值 两个数值 所以拿两个数值 首先第一个是我要用十四日再住院日里面的这个分区业务组 这边就只有六个 这边就只有六个 六个 六个 再来我的 我一个 我一个人的x轴 假设我的x轴 放的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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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 远度 就是 远说指标值 值的平均 平均 再来就是我的 y 轴 放的是全国指标值 的平均 比如说这个点所代表的意思 这个点 为了让各位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先把这个点稍微放大 因为这张图其实不太适合来去画 可是还是希望能够呈现动态 首先 首先我把这个点稍微变大 变大一点的圆圈圈 所以怎么变大一点 大小格式 格式 然后请把 请把这边有一个叫做 图案 大小稍微放大一点 6个点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 因为只有6个点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 这个类别标签可以打开 而且类别标签稍微把它 自变大一点 这样我们比较清楚的看到 好 我觉得我们重点是等一下来去看 这个 这个 轴的变化 就是中区 中区 中区事务 业务组的一个 一个 10年来的一个变化 这就是行为模式 好 我们 我们换 好吧 先 因为这样看 但其实大家颜色都一样不好看 对不对 我是觉得不好看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详细资料 这个分区业务组 拖曳到土利 拖曳到土利 它就变成6个不同颜色 我只是为了要呈现6个 不同的颜色 不是 不是 放开 是按住 这个分区业务组 你不可以有两个 你不可以 这个详细资料有一个就好了 这个 土利 从详细资料这里面的分区业务组搬下来 好 请问 我们是不是希望把那个 这10年间它的变化 全部描述出来 10年喔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 呃 这里面 这里面 有一个叫做播放轴 播放轴 请把年度纪别二拖曳到播放轴 记得喔 这个要改成日期阶层 好了 我来去播放一下 播放在这里 这范例真的 不是很适合 可是 可是 请问一下 通常我们会中区跟 假设北区来比好 所以点一下中区 有看到吗 这是他的行为轨迹 控制键按住 点 例如说北区 好 请问一下 是不是各行为轨迹都呈现出